李晨和张欣宇曾是娱乐圈最受关注的情侣之一 纷扰的开始似乎早已预言了荒唐的结局 9月6日张欣宇发布一条微博 终有一天你会知道 失去比拥有更踏实 亦有所指的拉开了一桩娱乐圈轰轰烈烈的分手事件 而据某知情人的消息称 两人的确切分手时间应该在9月6日前后两天 并且使张欣宇单方面甩飞李晨 8月29日李晨赴芝加哥工作 直到9月10日勤变后才回国 并且李晨在美国工作时还不忘给张欣宇挑礼物 实在不像是准备要分手的样子 以其表现来看 似乎张欣宇这次提分手并不在李晨的意料之中 在这段被各界常衰的石头链结束的消息爆出后 关于分手原因的猜测不绝于耳 其中一个版本最为离奇 据香港媒体报道 张欣宇与李晨分手的原因是同台湾男星霍简华擦出火花 但是根据张欣宇声明中的讲述 分手原因是现阶段把更多重心放在了工作上 最近两年都没有结婚的打算 坏女人和好男人的爱情故事过程虽然白转千折 但是结局似乎永远都只有一个 李晨和张欣宇的分手虽然闹得满城风雨 但分手方式相对和平 或许这才应该是对昔日爱情的最好态度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整理报道 上网看小声音 在搜狐视频 大家好 我是姚卫娜 谢谢大家 各位 谢谢观看